今天是二月八連假第一天 各個風景區湧現了人潮 但是日月潭纜車卻驚喘故障 在半空中走走停停 不斷晃動 讓遊客相當驚恐 根據一名遊客上傳的影片當中 他表示在下午4點多 從日月潭搭纜車要到九族文化村 當時纜車突然停在半空中不動 車廂廣播說供電異常 電力中斷 5分鐘後又啟動 但是又再停止了 斷斷續續行進原先6分鐘的路程 卻花了二十幾分鐘才走完 纜車在半空中還不斷搖晃 讓遊客相當緊張 九族文化村人員解釋 這是因為台電的供電異常 但也沒有說什麼時候會修復